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塑料垃圾 这些洋垃圾可以进行再循环使用 那么能够赚钱 那么据了解大马有114家这种塑料循环工厂正在营业当中 而且这不包括其他还有更多的非法塑料循环厂在运作 在进行当中 其实中国已经严厉禁止这些垃圾的进口了 而大马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开放 这当然会引起了很多的疑问 以及这个问 到底这一些洋垃圾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能够进到马来西亚 能够让这些非法的工厂在运作 然后让他们能够赚钱 那么如果这一些东西继续进行下去的话 政府需要解释的东西其实是很多 而且这一些垃圾的循环厂 其实最严重的州属是两个 一个是宾城 另外一个是雪兰 刚好这两个州都是西蒙执政了10年的这一些州属 那么当地的一些人以及一些公民组织就要求说 政府应该要马上停止这些工厂 因为他们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 那柯家讯就有炮轰 他就说西蒙政府现在是对环境的危机是毫无警觉的 那祖莱达宋志就是要建议 中收入口塑料垃圾的税务 他说当大马就是设法以可持续的方式来解决 或者是循环自己的塑料垃圾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却要进口别人的塑料垃圾呢 那他就质问 他说这样的话 马来西亚要如何成为高收入的一个国家 那他就要求西蒙政府禁止塑料垃圾的入口 他说西蒙到了现在还没有展现 新马来西亚的大兰图 那政府应该要 就是要引领再生能源 而不是依靠私人界鼓励发展有害的工程 那政府也应该落力要执行循环及有责任的处理废料 他说当我们难以处理自身的一些废料 或者是塑料垃圾的时候 我们却允许自己这么做 他说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动 而且还有更讽刺的 就是同样是西蒙的部长 今年7月的时候能源科医环境部长杨美英 他曾经就表示说大马不会成为先进国塑料垃圾的垃圾桶 就是不允许这些国家把洋垃圾进口到马下 但是两个月之后的今天 房地部长告诉我们刚刚好是相反的这个事情 这个政府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不需要专家来告诉我们说 大家都知道洋垃圾对人民以及对环境带来破坏 对健康以及对环保都是不好的东西 那么远比政府征收这些美工吨15令吉的成本来得高 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那么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为何政府不了解这个原因 可能政府他有一些苦衷 或者是有一些难言之处没有告诉我们 那么就不妨告诉我们 否则的话这个负面的印象会一直在产生 是当然我看到网络上也很多人在讨论 为什么只是15令吉每吨这个收费也太低了吧 如果真的是为了赚钱 那槟城消费人协会也表示对政府感到失望 他说当中国宣布禁止洋垃圾之后 消协其实也曾经在7月25号的时候 是制韩国家固体废料的管理局 要求我国也做出同样的一个禁令 不过他说该局在回韩的时候 只就是会特别经过一些措施 严厉管制进口的废料 不过槟城的消费人协会就说 显然有关的管制是起不了作用 因为目前看来 这一些非法的再循环的工厂 还是不断的出现 那么或许政府真的认为说 征收每公吨15令吉 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其实这个措施是行不同的 那么全球塑料的这个废料 不断的在增长 那么截至今年一月 中国是全球接收最多塑料垃圾的这个国家 如今中国的大门已经关上了 之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 那么这些垃圾就来到了马来西亚 那么其实现在政府最应该关注的 就是从环境 以及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东西 那么从环保 以及从健康的思维出发 那么禁止这些洋垃圾入口到大马 其实在几天之前 下班有话题 也聊了洋垃圾有关的议题 也连线了一些再生能源的专家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官网 cdplusfm.my 或者是下载 cdplusfm的手机应用程式 都可以重听podcast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